一场大雨过后,我们在熏山的过程当中,就在这儿发现了这个小龙足迹。 距今一亿年前的微小型恐龙足迹化石长什么样? 它又是被如何发现的? 近日,在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境内,发现的这处世界最小的恐龙足迹化石揭秘了答案。 据介绍,恐龙馆工作人员在熏山过程中,在一处剥落的掩体表面,发现了一组五枚小型恐龙足迹化石。 单枚足迹长度约1-3厘米。 长期从事恐龙研究的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邢利达,实地考察后初步判断, 这组化石为白厄纪早期的微小型恐龙足迹化石,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小的恐龙足迹化石之一。 今天我们这个发现非常重要,恐龙足迹除了来了解恐龙本身之外,它对地质年代也有一定的帮助。 那有一类足迹它非常的神奇,它叫小龙足迹,那它的长度大概就1-2厘米左右,非常小。 那么这种恐龙活的时候,大概就一只小麻雀那么大。 新发现的微小型恐龙足迹地层颜面有很明显的剥痕构造, 说明微小型恐龙足迹造际者是在水边活动,与不少水鸟足迹化石在一起。 这样的组合和其他几个地区的发现保持一致。 一直怀疑这个地方应该会有存在这种小龙足迹, 但是我们从2007年到现在,每年找都找不到。 这是首次在中国西北,也是首次在甘肃这些地方发现这个小龙足迹。 那对这个地层的对比非常重要,而且也对在科研科普上都很有价值。 20世纪90年代末起,临下州永靖县发现了总量2000余枚的刘家霞恐龙足迹化石群。 该足迹化石群分异度高,保存清晰且多层位出现。 今年3月,临下地质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晋级为世界地质公园。 而此次被发现恐龙足迹化石的永靖县, 也曾因发现了大量种类丰富,保存状态十分完好的恐龙化石和恐龙足迹遗迹, 被称为中国恐龙之乡。